在坐进这台车之前 我有过很多的心理建设 我想这台凤兰长 它的外观确实年轻化了 那么那次呢 现在我就带你们一看究竟 坐进来之后 看老张的表情 好 吴波兰 非常浓郁的熟悉的 凤田家族式的设计 我相信我把这个车票遮住 让任何一个人坐在这里的话 它肯定能够脱口而出 这就是一台丰田车 OK 没错 确实如此 然后呢 正前方这个仪表盘 2022年了 同志们依然是非常传统的机械仪表 然后呢 在右侧有一块 非常小的液晶仪表 当然了 这种液晶的显示 也感觉是上个世纪的一个风格 不过这就是丰田 大家要记住 这就是丰田 丰田一贯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水转 OK 然后这个方向盘 没错 就是丰田的样式 而且虽然我们这台是次顶配的车型 但是呢 也没有皮革包裹的方向盘 依然是一个软性材质的方向盘 不过也好 也是软性材质 起码摸起来也是比较软而舒服 而且这台车呢 左右两侧都是有多功能按键的 低配车型的话 只有左侧 右侧是没有的 不过有一点好的就是这个方向盘 来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支持 看到没有 上下左右四项调节的 所以这个价位来说 可能有很多色情 它只是双向的调节 那么丰田的这个风来达给到了一个四项调节 我觉得还是蛮符合广大消费者用车的一个习惯的 因为单单只有两项调节的话 可能不适合更多身高的人去开这台车 OK 然后中间的话 悬浮式的大屏终于安排上了 但是呢 内部的UI设计还是比较的传统 还是有诺加那个风格 不过呢 好处就是它也支持了CarPlay CarLife 这一点还是与时俱进了 对吧 如果你不想用它自带的这个系统 你就插上手机CarPlay CarLife就行了 而且我相信导航绝对比车机自带的好用 下方呢 依然看到有这种高亮黑的一个试板 然后连接了一个空调出风口 我们这台已经是次顶飞车型了 没有自动空调 所有的东西都要手动去调的 这样也好 其实老张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而且这两个按键的阻尼感 我觉得做得非常的不错 OK 那么这是一台15万左右的车型 顶配也就16万多一点 对吧 它的用料的话 我想大家也OK的 整个上方是硬塑料材质 因为你不可能去摸它嘛 这个上面你摸它的概率 我觉得一年都没有几天 而经常会和你接触到的地方 比如说你看这里门板上啊 以及这种副驾驶前方 它都用了软性的材质 还带上了这种缝线的工艺啊 看起来其实整体的档次感营造 我觉得相比几年前的风铁来说要好不少 对 OK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整个中台的下方 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放式的储物槽 它的近身非常的深 你看老张把手伸进去 是不是 特别的深 你整个手机 我的手机也可以完全的塞进去 然后呢 在这个上方呢 有一个非常厚的一个 算是装饰板吧 做的非常的厚 所以呢 这样导致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开口就不是特别的大 正好我一个拳头的一个距离 这个这块板上面只有一个USB的接口 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呢 其实一开始我准备要开始吐槽了 你知道吗 我要吐槽 为什么要说一大堆的废话 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储物槽的近身非常的深 如果把USB狗藏在里面的话 我还要找半天找这个接口 特别的不方便 坐在这里 一目亮亮一插就好 所以啊 这就是设计师的两种小心思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优化一下 就比如说坐在左侧或者右侧 这样的话能让整个开口坐的更冷 你说是不是呢 再往下面去看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非常传统的丰田的这种挡霸的造型 还是用了一些软性的材质摸起来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老张还是老生常常有问题 为什么要把按键坐在挡霸的前面 你看我的手去按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 虽然这几个按键不是特别的常用 对吧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不能往后做一点呢 不过好的地方就是你看 电子手刹和Auto Hold 终于来到了挡霸的后面 这样的话非常符合你的日常的操作 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而且这一块也用了这种类似钢琴烤漆黑的这种饰板 加上这种银色的饰板 整个的挡霸感银色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然后后面是两个开放式的杯架 那么这个杯架是没有限位功能的 所以放一些高瓶子的话 可能会走颠簸路面的时候会登登登走 增加车内的一些异响 因为它底部都不是软性材质 而且老生常常的问题 当你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放一些高瓶子的话 其实你看你的手就会挡到这个地方 影响你的操作 再往后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中央扶手 确实有点小 打开之后的话 内部还可以放些砸碎没有问题 也有一个12伏的一个电源接口 OK 那么再来说一下前排这两张座椅 那么我们这台次顶配车品 它的主驾驶是电动调节的 副驾驶依然是手动调节 一开始我以为它是这种一体式的座椅 看起来特别的运动 不过有一点好处就是 它的这个头枕是可以上下移动的 看到没有 可以上下移动的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设计的 因为这样的话 就像我这种身高 有时候有些一体式的座椅 我可能是后脑勺顶着那个 不太舒服 这样的话就可以调节一下 还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这台车两侧 对于腰部两侧的一个包裹感 做得非常的不错 座椅的填充的话 依然是日系那种非常居家 非常柔软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开着它跑跑长途的话 也不会有太累的这种驾驶感受 OK 那么整个前排就像这么多 接下来去看一下后排的表现 OK 坐进风兰达的后排呢 没有惊喜 但是也没有太多可以吐槽的地方 一切的话都是日系的居家风格 那么前排呢 是我调整好的一个驾驶座的座椅 后排的空间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台紧凑型 而且入门版的紧凑型 随随随便来说 你看一拳多三指的一个距离 腿部空间已经完全OK了 然后呢 后排呢也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 以及两个Tip-C的接口 而且中央这个凸体的话 地台的凸体不能算是非常的高 虽然你看我这个43码的鞋子 卡进去有点累 但是好在这个宽度够 所以两只脚放在上面还是OK的 然后呢 这台车后排是有三个独立的头枕的 不过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我们常规要说的这个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没有了 背架去哪里了 对吧 割手不割可以忍受 但是没有背架的话 好像后排的乘个喝完水之后 难道是拿在手里吗 当然日系的设计师可不是那么的无脑啊 你看 他在这个左右两侧的车门板上呢 给你设计了两个背架 其实这一点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他把背架放在这个地方 也很顺手 就是左右乘客你拿水喝的时候 也蛮顺手 但是有一点要说的就是 这个背架呢 跟前面的背架是一样 它里面没有做那种防滑的处理 就是硬塑料 所以走颠簸路面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 咯噔噔噔噔噔噔噔 让车底奏起欢快的音乐 那么这台车 它的售价呢 是5万左右 所以呢 没有全体天装 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不过呢 它在后面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掏空 所以呢 你看 我这1米8的身材 坐在后面 整个头部空间 真的是非常的宽圆 没有一丝丝的一个压迫感 而且后排 你看 再往后里面 开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三角窗 所以整个后排的一个开扬感 也是做得非常不错 而且整个后排的座椅 你看 它的其实坐垫的长度 是非常够的 你看 对于我的大腿 大腿支撑来说的话 还是有到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呢 它这个坐垫啊 怎么说呢 你看 没有倾斜角度 坐得很平 所以的话 大腿支撑 我前面说的 支撑到屁股这段 是很好的 但是到大腿的前边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空隙在 所以呢 走长途的时候呢 我要把脚出了一下 往前放一放 这样的话就比较舒服 但是 长时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台车 它的后排的座椅角度 是姿势调节的 所以呢 要把座椅调度 调到最靠后 倾斜着 然后脚往前放 这样的话 坐长途整个的舒适度 就会提升很多 那么打开这台车的后备箱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后备箱的空间 还是非常规整的 两侧的这个内侧的轮廓呢 没有占据很大的一个后备箱的空间 这个后备箱也挺有意思的 你看两侧它还有这种 微微向下的一个储物空间 不过呢 内部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滑 所以 放小零碎的话 会在里面滚啊滚啊滚 然后呢 打开这个后备箱盖板之后呢 下方是一个备胎 以及随车工具 周围的空间呢 它给你做了一些小的分槽 还是可以能放一些东西的 而且呢 这台车的后排也是支持四流比例放倒的 但是呢 座椅放倒之后啊 它和整个后备箱的地毯呢 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隆起 如果你是拉一些平直的大物件的话 我觉得就不太方便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小盒子 对对对对对的话 还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后备箱 它是有一个下限的设计的 这样的话就是 如果你放一些会滚动的物品的话 就不容易再打开尾箱门的一瞬间全部滚出来 而且它内部有四个锚点 都给你准备好了四个锚点 如果真的是要拉那种会滚动的物品的话 其实在上面自己放一个网 就非常的方便了 东西也不会随意的滚动 而且我们这一台呢 是豪华Plus版本 所以电动尾门必须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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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